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今早搭公车上班途中,遇到东奥证明公投工作人员要求联署,虽然立刻就被随护挡下,但该工作人员仍纠缠不休,不断高喊市长要不要签名,市长要不要表态等提问,柯文哲脸色贴青坐在后车厅中,正眼都不愿意瞧对方一眼。 事后柯文哲受访怒斥对方不该押过来在那边叫嚣,要叫人家签字,这在我心里面是非常厌恶。 柯指出,容忍是自由的基础,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范围,人民有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,同样的人民也有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,东奥证明是一个民间发动的活动,我是表达尊重。 话锋一转,柯直言,我不喜欢那种用暴力胁迫,叫嚣的方式要求人家要表达政治意见,这在我心里面是非常厌恶。 他对东奥证明态度是这样,他尊重民间团体要表达政治意见,但作为台北市长,特别是台湾重要城市的首长, 还是会以中央政府态度作为决定的基准,媒体追问所以总统蔡英文不迁,他也不会支持。 柯锦重申,老话一句,特别是涉外事务,在一个程度上,还是以中央政府的基调当原则。 柯锦重申说,这是另一个问题,如果台北市长走在路上都会遇到暴力胁迫,那一般台北市民怎么办? 柯更再次说,不能说压过来在那里叫嚣,就要人家签字,我个人很讨厌这种行为。 媒体追问是否担心若表态,签了会被贴上台独标签。柯锦说,这是国家一个很大问题,爱民。 清廉,秦政这种政治价值没有人注意,每天在统都上打转,看了很讨厌。